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下午的五点我就在这里一起秀娱乐 欢迎各位今天的选择收听 我是小方 来首先关注到一些明星的日常动态 今天张博芝和张新宇同框合影 好像也都在巴黎 两个人穿搭是一黑一白 一个是全黑的造型 一个是张博芝是全白的 像羽毛一样的一个礼服 张博芝还是把头发盘起来 脸色 就是整个的脸状态 气质还是相当的能打能抗打 而张新宇则是大波浪配红唇 显得妩媚动人 另外最近有网友晒出视频 以及不少的照片 透露演员鼓励纳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做工艺 网友们透露 纳扎是出现在新疆嘉诗县小学 不是回母校 而只是去那做工艺 然后呢打扮成食堂的阿姨 穿着白色的就是厨师样子 还戴着帽子 然后给同学们打饭 还出现在课堂上 跟同学们温柔的对话 还有同学给他寄红领巾 然后一起在操场上 带小学生们一起跳新疆舞 也是非常的挂念家乡的一些朋友吧 另外今天2023年7月7号 是七七事变86周年的纪念日 不少的娱乐圈明星 像黄晓明 谢霆锋 荣祖儿 钟心彤 蔡卓妍 陈坤 朱一龙 张一新 迪丽热巴等等 这种明星都发文 铭记历史五倍自强 这一天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 还有就是在昨晚上的张惠妹 在演唱会上 她即兴唱了一首 寇寇李文的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然后也哽咽地表示说 我们都要好好的 也是想纪念她心中的这位朋友 而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2023 据了解第一轮的节目录制 已经结束了 根据有一些参加的录制的一些网友透露 里面就是第一轮不是都应该是盲选吗 就是大部分人就是第一轮上去 如果有回头的 或者说是被导师选下来的 才可以进入下一节的 然后呢发现素人非常少 大多数都是娱乐经纪公司 签约了的一些练习生 就是已经有这方面的一些出道的经验了 比如说练习过啊 或者是唱过啊 或者参加过什么节目 然后回锅肉选手也挺多的 也是遭到不少网友的曝光 但是节目也有不少的看点 据说今年的节目新添加了唱跳赛道 而且导师是越来越年轻化 这也是12年来好声音 第一次在这一季的节目当中 启用了四位全新的导师 他们分别是四位男歌手 周华健 潘伟博 薛之谦和刘宪华四个人 虽然听上去这四个人的名字都很熟悉 最近一段时间 这两年也是到处都能见到 但是他们凑在一起担任好声音的导师 这倒是还蛮新鲜的 那2023中国好声音将于7月14号起 每周五晚上8点30分和观众见面 也很快了 另外一个官宣的舞台是综艺节目 就是舞台2023 歌手的阵容也官宣了 有包括王嘉尔、周深、朴仔范、黄岐山 还有Ella、陈佳化 会作为舞台推荐人 而官宣的歌手阵容 有包括孟美琪、庆林、奥斯卡、许子卫、许若乔、浦宇等等 也都是比较熟悉的一些 好像半红不火的那些歌手 也期待他们在新的综艺节目当中 能够大放一彩 Coco、李文去世了 不少的人还在持续的发悼念 像是杨子琼最近发文 说我们失去了一颗明亮的星星 我深感难过 Coco是第一个在奥斯卡表演的亚洲人 我们很骄傲 并且将永远都是 你和你的美丽的声音将被怀念 安息吧 亲爱的 向Coco的家人和所有爱你的人 表示忠心的慰问 然后今年的3月份 杨子琼在成为了第一位的奥斯卡亚洲影后之后 当时李文也发文了 说那一年我们在奥斯卡一起闯关 今年我在重新学习走路加油 而你在奥斯卡持续发光 你给我勇气 给我力量 听上去还是那么正能量 我想起来了 3月份的时候 好像是李文刚刚做完腿部的手术 正在做复健 他有个医院里拍的照片 肚子上面好像还有一个什么管子插着 然后还扶着一个助步器 在走廊上练习走路 哇真的是好艰难 但是他依然露出他灿烂的笑容 另外最近台湾的一位音乐人 吴旭文 他是20多年前就跟李文认识 并且还给他写过 爱是个大麻烦 美丽笨女人 还有暗示等等多首音乐作品 吴旭文就说 我所了解的李文是一个很开朗 很懂礼貌的女生 所以到现在 我都不想去接受李文去世的这个事实 而这两天我也在为他写一首新歌 以表达对他的怀念 其实就像大家所平时看到的 李文呈现出来的那个状态 都是开朗和阳光 但却没想到他 他的内心会承担这么多抑郁的情绪 并且最终做出这样的举动 吴旭文也说 我近身观察和了解了很多艺人 这些艺人本身的能力都是很强大的 而这个强大来自于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很高 所以这个高标准 高要求就一直要追逐 天天在追逐 他始终要让自己保持那样的状态 所以这也让他们有比较大的心理压力 而容易产生抑郁的情绪 严重的就会患上抑郁症等这些心理疾病 我相信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从Coco李文的事情也能够看到 衍生出的一些文章或者是评论 都是在讲这方面的 那7月5号的时候 Coco李文的姐姐发布了 李文亲生去世的消息 他的二届李斯林也证实 李文罹患忧郁症 而且说病情就在这三四天的时间内在恶化 近一段时间都不太好状态 他会不停地嫌弃自己说 都是我不好啊什么 然后自己也感受到了李文的无力 看着自己的亲妹妹 原本这么可爱单纯快乐的小天使 然后病情恶化 眼睛好像都是空洞的 而在重病的时候 他仍然挂心 同样罹患忧郁症的 郑少秋的女儿 就是前一阵子失联的郑心仪 他说他也不快乐 我想去帮帮他 那二姐听到这就鼓励李文 那好啊 你要好起来啊 你自己先好起来 才可以帮到别人呢 怎料如今是天人有格 最新的消息 我刚刚看到 7月7号是香港媒体报道的 有知情人士向星岛头条爆料 说李文的真实死因是 呕吐物入肺导致窒息 这位知情人说 李文并非是鸽脉自杀 手部是有伤痕 但不足以致死 原因是李文离世前的 这一个星期受情绪影响非常大 然后非常的不舒服 还有激动 然后就不停的要吃东西 以致食物噎到了气管 窒息而死 还说虽然李文患上乳癌 还有这个腿的毛病困扰 但是他从未被打倒 从头到尾都很坚强 而且李文很聪明 将他所有的精髓发挥在舞台上 所以认定他是不会割脉自杀的 不过随后李文的二姐李斯林 听到这个消息后 回应说知情人士 他是谁呀 连法医现在都还不知道 还没有解剖这个程序 还没有到这里 这个知情人士难道是我妹妹吗 并且强调自己也完全不知情 一切都要等待法医的结果出炉 不是我或者是谁 或者哪个知情人 说了算数的 哎呀 也许从内心深处 这位知情人士也跟我一样 不敢相信这是一个事实已经发生的 这个美丽的笨女人呢 我仿佛听到有人为爱 欢呼为爱哭泣 早已经听你说过千万次要放弃 从此不再为他而美丽 不要鲜花不笑再受委屈 OK 所以你背起行囊 逃逃逃到远方 开始要学着独立 选着重现更爱自己 有一天请真心来发觉 不能呼吸 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 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 OK 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 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 她让我相信了自己的爱情 不能和他一样 宛若无力 不能迷迷糊糊 勉强自己 爱不是死心塌地 就有结局 美丽美丽的笨女人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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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呀呀呀呀呀呀 所以你背起行囊 逃逃逃逃到远方 开始要学着独立 试着重现更爱自己 有一天请真心来发觉 不能呼吸 于是又乖乖回到他怀里 这次你下决心牺牲自己 OK 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 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 她让我相信了自己的爱情 不能和她一样宛若无力 不能迷迷糊糊糊 勉强自己 每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 都需要像天气就感情出现奇迹 未来的人只需要多少的谎言 用来欺骗自己 罢罪自己 需要多少同情 多少勇气 这一个美丽的美丽的美丽的笨女人 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 她让我相信了自己的爱情 不能和她一样软若无力 不能迷迷糊糊勉强自己 爱不是死心塌地 就有结局 爱不是死心塌地 gaan 我们希望三지만 后握 后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继续回来 这里是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欢迎各位今天的选择收听娱乐秀节目 在歌曲过后继续秀娱乐 我是主持人小方 接下来关注北美的电影消息 这个还是电影的歌曲 就是Barbie不是要开始放了吗 然后今天Billy Eilish宣布 她将要发布她的新歌 而这首歌就是为Barbie量身定做的 歌曲名字叫What Was I Made For? 将被收录到电影的原生代理 7月13号正式发行 其实此前Barbie已经公开过 电影的原生录音带名单 当时那个名单就已经够豪华了 包括第62届格兰美奖的 最佳流行歌手Lizzo 还有格兰美奖的 全音音乐奖常客Dua Lipa 说唱明星Nichina等等 但当时片方就说 并不完整 还留下了彩蛋预告 说有两位神秘人士加入 那看来Billy Eilish 就是其中之一位了 而接下来神秘的人士 还有最后一位 应该是随着影片的上映前两天 在后曝光吗 是不是又是什么重量级的人物 Billy Eilish也曾为电影 0075侠父死创作过原创歌曲 No Time No Die 也凭借此歌获得第94届奥斯卡金像奖的 最佳原创歌曲的奖项 所以能够请到他也是相当的厉害 而Barbie的高斯林 瑞恩高斯林和马格特罗比 又现身宣传他们的新片 这次又是以粉色为主题 带来浪漫的童话质感 在电影中导演格雷塔格维格 就是引造了这种童话梦幻般的感觉 就是突出Barbie是被宠爱和物质和包围的这种特点 而女主Barbie在人物设定上 就是那种傻白甜的特色 而她的男朋友瑞恩高斯林 此前这个角色形象曝光的时候 也是引起网友的讨论 就是那种按中国话说起来很娘的男人 同样在为了配合宣传 他每次在发布会的时候 身着也是挺特别的 这次是一身浅黄色西装 又再次成为焦点 另外即将上映的 还有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前传电影 旺卡曝光了影片标志 标志整体金黄色为主 英语的字体设计并不是很夸张 原体字的底色增加了一种复古感和奢华感 另外影片也定档 将于今年12月15号在美国上映 主角威利旺卡 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 罗尔德达尔所创作的一个角色 在电影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里 这个角色是约翰尼德普来扮演 而这次的旺卡当中 是由甜茶替莫西茶拉梅来扮演 据了解影片是聚焦年轻的旺卡 在世界上最著名的巧克力工厂 开业前的冒险故事 所以也许和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没有太大的关系 另外这部影片会有歌舞的元素 而蒂莫西茶拉梅将会亲自现场 Music Show 今天娱乐秀的最后时间 我们来介绍最新鲜的一些娱乐音乐消息 也是最新鲜的一些歌曲上线 比如说纳英演唱了电视剧 《我的人间烟火》的主题曲 《烟火人间》 歌曲深情悠扬的律动 配合思思入寇的歌词 借由纳英极副张力的温暖演唱 完美地诠释了歌曲中 含有剧中那种情感路线的表达 另外歌手韩红打造的 永叹诗篇 《人世之歌》正式上线 深沉的钢琴和辉煌的管弦乐 交织融合 奏出宏伟浩瀚的磅礴人声 歌曲也通过云云众生 对生命感受的描写 凸显人世间的复杂情感 在盛夏的热烈中 展开了一场高于语言的生命交流 而名谣歌手陈丽的新歌《耳旁风》 7月14号会上线 富有生命力的嗓音 传递着keeping me live的酷爽态度 就是让我们把一切困扰 当作耳旁风 然后闭眼享受音乐带来的美好 另外霓虹花园的最新单曲 《只有风之道》已经上线 漫长的旅途之中 我们的挣扎感动痛苦和释怀 很难向别人倾诉 而只能讲给最亲近的人 或是随它飘荡在风中 歌词里好像就有这些些许的遗憾 但是被清新的旋律消解了几分 又多了一点释然和希望 只有风知道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那就跟着歌曲唱出来吧 随风飘散 随风荡漾 自由自在 祝各位周末愉快 我是小芳 下次娱乐秀节目再会 我怎么说出口再见 当时间不停向前 那些炙热的瞬间 只有风知道 只有风知道 我会踏上这未知的旅行 然后独自穿梭在人群 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想起你 想起你 我在黎明静听风的声音 当晚霞传来你的消息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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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当我妄想着漫长的旅行 寻找那些随风而去的声音 却在每一个心愿时刻 想起你 想起你 你说黎明会有风的声音 那边晚霞会带来你的消息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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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流水飞舞的季节 当我注视着熟悉的一切 如今那遥远的你 随着风去了哪里 好想再次听到你的声音 看着再也回不去的风景 来不及 来不及 对不起 我会踏上这未知的旅行 当我独自穿梭在人群 在未来的某个时刻 想起你 想起你 我在黎明清听风的声音 等晚霞传来你的消息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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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黎明清听风的声音 等晚霞传来你的消息 吉他 故随着你 我愿意 他愿意 我的身体 我愿意 我愿意 你 你 我愿意